连续包了几颗之后啊 大概知道 怎么做 比较... 今天我跟三本先生要来做肉包 早上呢 就已经做好的葱姜水 葱40克 姜40克 加上400细细的水 葱姜水就让它泡了一个小时 两个多小时了 还有买绞肉 网路上的食谱绞肉 是肥肉跟瘦肉有比例 但是日本啊 买不到肥肉 所以我整个都是瘦肉 还准备了 盐巴5克 糖15克 酱油15克 少量的胡椒粉跟一些 芝麻油 那现在呢就先 把早上酿的 葱姜水吧 葱跟姜把它捞起来 我们只要那个水 它的味道超香的 葱香水 这边大概有400克左右 不能全加哦 就是搅拌之后 看肉 吸进去的速度怎么样 全加上去好像会太水 那我们都把调料加上去 加下去吧 盐 醬油 一些 胡椒粉 白胡椒粉 然后芝麻油是最后加的 那现在呢 就先来搅拌 大概搅拌成这样子 我要开始加 葱姜水 那葱姜水呢 是分 不能一次倒 慢慢的倒 慢慢的倒 那现在我开始下第一次 葱姜水 下一点点就好了 先下一点点 再慢慢搅拌 然后第二次葱姜水 再继续搅拌 葱姜水就是让肉啊 吸到它已经吸不进去了 那旁边没有水出来了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 那我们就要把它放在冷藏 让它冰一下 那现在换三本先生 帮我揉 肉包的皮咯 包子的皮也蛮简单的 准备的材料啊 因为我们没有买到中筋面粉 所以我们就用高筋250克 跟低筋250克 这样就会变成中筋500克 那它的材料有 泡打粉5克 砂糖白糖15克 快发的酵母粉5克 一般的冷水250cc 那现在就请三本先生帮我们揉 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就其实把所有的粉啊 都倒下去 然后包括快发的酵母粉也直接倒下去 水就直接淋在酵母粉的上面 基本上不会影响酵母的发酵 因为我们是买那个快发的酵母粉 看起来 好酵母粉 好酵母粉 大概到这个程度 横光 三本先生的手 没有横光 表面不是说很平滑 但是我们会放在冷 放在冷藏 等到大概下午四五点的时候 让它休息一下 再来包 现在是下午四点 猪肉变成这样子 都没有水分 然后看起来也比较硬一点 然后冰箱的包子啊 它变得好大喔 面团啊 变得蛮软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分 面团 比较大概三十到四十克左右 这不用巧克力不是 好的面团啊 先把它放在袋子里面 免得它干掉 先把面团压扁 那因为中间要包肉 所以中间要厚一点 那四周围呢 就用比较薄薄一点 然后来包肉 先放一点点好了 我好怕那个会爆炸 不过这个很难 就用了 全部往糊 圈滚 变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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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 怎么? 今天我看了551的YouTube看了 很酷 很酷 551的人是用不着用的 用不着用 很難 我不是最高的,但我正在包子製作了 是的,是的,是啊 大胆的包子製作了 三本先生,很可怕 三本先生是不不的 無垢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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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包的包子 這兩個還蠻漂亮的 有一點折合 還蠻可愛的 其他的就是比較 不好看一些些 三本先生自分で説明して下さい 欸… 1番、2番、3番、4番、5番、6番 啊! 但是這個很漂亮耶 然後… 有得… 如何呢 哇… 不… 哇~~ 好了 我們現在就來試吃吧 挑這個好了 長的都不怎麼樣 itadakimasu 先試試看皮好了 皮還算可以呀 可是有點厚 因為我們剛開始一開始都不太會包 皮有點厚 肉的話大概有百分之八十%左右 像台灣的包子 顯淡度剛剛好 就是皮太厚肉太少 因為我一開始包的時候怕肉加太多啊 會爆開 太薄的地方啊 裂開了肉又跑出來了 今天就是三本先生跟三本太太呢 挑戰第一次做包子的結果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現在我跟三本先生要一起來包 兩個人包比較快 一緒にやったほうが早いよ でもみんなくずちょっと 出したほうがいいかな